我們現在就來看一下到底這個 萬彩動畫大師要怎麼玩 那首先你可以看到左手邊 其實他的所謂的範本有沒有分很多種不同的類別 有對不對 那麼 當然你看到VIP的我們就不要闖進去嘛 反正看了也是只是喪心難過而已 因為你沒有付錢 但是呢免費的其實就可以玩蠻多的 比如說你要看哪一個我就點一下 大學生活 按一下 他的範本其實都是從網路上再下載下來 所以你點進來之後馬上就看到 在這邊 其實我覺得用單機軟體有個好處是 你在編輯的時候受到雲端的影響稍微少一點 稍微少一點但是還是要上網因為他的內容還是在網路上 所以你這樣好了 那你就可以預覽了這邊預覽就比 剛剛我們講的那個假上方便一點 這邊的預覽是全部的 有沒有 有沒有這些動畫都進來了 對不對 其實事實上 我會鼓勵各位你選好一個範本 假設你要用那個範本 反正一定要先撥看看 因為你只看到外面縮圖其實事實上你根本就不知道裡面是什麼 有沒有覺得看到跟假上的很熟悉 或者這樣講跟你熟悉的POPP很像 只有差在下面時間走 對齁 事實上如果你用過 我們上次介紹到FocusSky 這個界面也會覺得蠻熟悉的 因為是同一家公司的 各位 要你做這些動畫你應該說 有困難對不對 所以你先透過這個方式你先了解一下 點到這裡 有沒有 一樣 你也可以直接拉動時間走就可以看到動畫 因為在單機上嘛 所以沒有頻寬上的這個使用問題 這是他比較大的優點 這是第一個 那調整順序這個我不用講 好那我們往右邊看一下 往右邊看一下 有沒有看到他工具列其實是 出現在你要加入什麼圖形是不是都在左手邊 右手邊 他右手邊 那 基本的形狀這個我不用特別講 可是呢他這裡有比較不一樣的是這裡 這個東西 平常各位如果你是插入圖庫 他本來裡面就有 就有一些 圖庫可以用現在應該還在下載動 好那我們要看的是角色 因為角色這個才是 這個軟體應該說精華 你看比如說你想要這個 白領的 有沒有發現他裡面有很多不同的表情 這樣滑過去 這樣滑過去 還有這樣子的 這樣你了解了嗎 好 那當然他有付費的 有付費的 只是說 你可以像這樣子 我就可以從這邊 光一個 點進來 比如說 這個 有走路的 有走路的你就點到走路的 你要小跑步的 他就跑步給你看 那好了 就按一下 有沒有就進來了 這樣會不會很過分 不會你都覺得剛剛好而已對不對 因為喜歡就拿 所以你應該知道 現在只要會辦加加繳就會成功了嗎 範本範本範本還是那個原則 對不對 就是說現在設計的產業分兩種 一種追求原創 那當然就是你要會畫這些 這個就留給設計系的同學去做 可是呢 你不會原創的沒關係我會用 對不對你做好的我就幫你拉出來 我來比什麼 比創意啊 我怎麼安排啊 有的 一樣我給你一樣的素材 可是每個安排出來是不是都不一樣 這樣也是一種創意啊 對不對 只是他沒有 就是 原創那些角色的 這些動作 還是可以的 還是可以的 這樣 有沒有發現 我好像不用講太多 你可以先找找右手邊 找右手邊 你看這些 框框是不是都有 事實上 等一下我們要從頭來做的時候 你會發現 從頭做也不難 或者應該這樣講 你更好改 因為 別人這些範本 每個人做動畫的方法 跟做圖片不一樣喔 做圖片 比較容易找到規則性 可是做動畫每個人習慣是不一樣 你看 下面 這些是不是有很多東西 你好像看 時間軸上是不是要改 你不見得喜歡啊 你也不知道從何該起啊 對不對 待會呢 我們真的要自己做看看喔 所以 你先找找看 你想要的這些範本 那如果這個範本你弄完了 你不要的 你就按一下 上面這裡 有沒有回首頁 你就可以從這邊 當然預覽也可以 我們就回首 他問你要不要存 這樣是不是又回到外面來了 你可以這樣調其他的 來試一下 這樣OK嗎 那就把時間先交給各位 我們利用這個時間也順便休息一下 現在31分左右 我們稍微一起來 休息10分鐘 好吧 待會兒 我們保持人家 有錢 我們在那邊 有錢 我是 有錢 還 我